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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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前一則鬼故事 大家好我是錯別子 這一則故事發生在台中豐原的中正公園這個地方喔 那投稿者呢是叫做台中阿張 他就說希望用匿名處理 在他小的時候呢 去過這個中正公園兩次所遇到的靈異事件 那接下來呢 我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改變真實故事說給你聽 大家好我是阿張 我記得小的時候我舅舅很常帶我去中正公園去那邊玩 就跟著他就說阿張我們去公園走走 阿張我們去爬山這樣就跟他往大自然跑 那媽媽也很放心嘛 帶我去放電啊舅舅帶啊怎麼樣的 我就會也很喜歡跟舅舅出去 都會買一些吃的給我啊 然後舅舅都會特地媽媽不給我吃的 他都會買給我吃 然後我們就去爬山 我記得那一天喔 一樣是個下午 然後我們出發的時候呢走著走著 都一樣的路線 但突然間呢以前有一條路 一個岔路呢是封死的 是不能進去的 但那天他那個地方卻打開了 然後我舅舅就說 唉呦這條路怎麼可以走了 那我們今天走走看 所以那一天下午我們是走一條 我們都沒有走過的路 走去那條路的時候呢 走著走著我就覺得很新鮮 因為這景色跟我過去看的都不一樣 後來往下走旁邊就出現了一個廢墟 它是一間很大間 像是歐洲的造型 它是三角形的屋頂 紅碗 然後二樓呢 這個窗戶非常的大 都是像落地窗玻璃的大 不過因為已經廢棄很久 所以玻璃全部都已經破損 你可以往裡面看垃圾 然後很多雜物 一樓的這個外牆是石頭砌成的 很像古堡 歐洲古堡這樣 還有一個小庭院 所以整個看過去 你就可以想像的到 它以前應該是一個 檢餐店 還是什麼特色咖啡廳之類的 不過現在因為廢棄很久了 所以盤踞在那邊的 都是一些雜草垃圾 還有藤蔓在那邊攀爬 現在你去看 其實有點恐怖 但是那時候我年紀小 好像幼稚園小學吧 所以我那時候第一印象就是 這個就是惡魔的巢穴 我要拿我的太陽神劍 進去把他們全部殺死 然後腦袋就是一直腦補這種卡通啊劇情 就在我很著迷的看著這個廢墟鬼屋的時候 我就跟著我舅舅走 舅舅走前面 我走在後面 我就這樣走 然後旁邊是這個廢墟鬼屋 我就往下走時 我真的沒有發現 我旁邊突然間來了一個阿貝 他很快的從我旁邊路過 然後又很快的走到我舅舅前面 這樣過去 那條路其實當時我們走的時候 幾乎沒有遊客 但在阿貝這樣過去時 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就覺得有點怪 人走路的時候 身體會前後或是上下動 左右動 他完全沒有是一個水平 用漂浮的這樣子滑 應該是用滑下去 我在往下看的時候才看到 在他腳踝的那個地方 是呈現霧狀透明的 他是沒有腳的 他是一個沒有腳的阿貝 從我旁邊 再從我舅舅旁邊這樣滑下去 我那時候年紀很小 但是我第一時間的想法就是 我不能出生 我也不能叫舅舅 我也不能說讓他發現我看到他 我不知道什麼那時候腦袋就有個防衛機制 我一直看到他等到他滑到這個廢墟那邊不見之後呢 我才快步跑去拉舅舅的衣服說 舅舅舅舅舅 剛剛有個阿貝他沒有腳耶 我舅舅當時就說 我就再講一次 因為我可能那時候嚇到 我就說有個阿貝過去啊 怎樣 支離破碎的一些片語 我舅舅就覺得哪有什麼人過去 整條路都只有我們兩個人 有人過去我怎麼不知道 什麼沒有腳 你卡通看太多了 我就是邊拉著我舅舅的衣服 邊講這件事 我們其實已經走離開那個廢墟了 我才發現不對 為什麼我們再往前走的時候 就沒看到那個阿貝 我不知道哪來的想法 我第一時間就往回跑 跑回去看那個廢墟 我就覺得那個阿貝應該躲進去了 我在那邊看那個廢墟的時候 我舅舅其實叫了我幾次 我都沒有回去 我就在那個庭院那邊這樣看 後來我發現好像有人在看我 我抬頭的時候在二樓那個破掉窗戶那邊的時候 我才看到那個阿貝從上面往下 這樣子盯著我看 他沒有表情 然後整個身體呈現半灰色 我一直印象深刻 他兩個眼睛瞪得非常的大 大到不像是正常人的比例 這樣子往下盯著我 死死的盯著我 我那一刻嚇到什麼話都沒說 我就跑去找我舅舅 那這件事情就過了 就沒事了 後來再長大一點之後 我有一天一樣去中正公園 那個時候是我阿嬤帶我去的 我阿嬤帶著我弟弟 我妹妹還有我 就一個阿嬤帶著三個小蘿蔔頭 再去那邊玩 其實那個時候 我已經有點忘記 那個沒有腳的叔叔了 這件事情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阿嬤帶我們去走的時候 是下午快要黃昏的時候 走走走走走 因為帶三個蘿蔔頭 一直吵一直鬧 你也不能走太遠 所以走走走走到一半 有這個半山要有涼亭的地方 他就在那邊休息一下 然後看一下這景色啊 喘一口氣啊 我們三個人就在那邊玩 我跟你們講一下 當時的狀況是 涼亭就像這樣子 這個盆栽是涼亭 那時候阿嬤就在裡面休息 旁邊是個步道 然後我們三個蘿蔔頭 就在這邊這樣玩 我跟我弟妹在那邊這樣玩 那步道其實不寬 就一個人窄窄的 也沒有欄杆 然後那個是石接地 不是像我們一般看到那個水泥的樓梯 這麼的方正 就是石頭接地這樣 我們在玩的時候呢 上面這樣走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是往下走 我們在玩玩的時候呢 我就抬頭看到一個阿公 看到這個阿公 然後他的穿著打扮 我其實已經忘了 因為那時候我年紀太小 但是你一看到那個阿公 就是一個很正常的路人甲阿公 他就這樣走下來 他就看了我弟弟 看了我妹妹 然後呢 再看我 我那時候小時候還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在那一刹那間 他看到我的時候呢 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眼神 就是他心裡就想 這個小鬼看得到 他看我弟弟跟看我妹妹的時候 感覺是在確認 我看不看得到 但是當那個阿公跟我對到眼的時候呢 他就馬上反映出 這個小鬼看得到我 然後他就笑了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那個笑非常的不舒服 如果以現在的講法 就是那種笑到你心裡發寒 但那時候我還沒這部電影 所以我印象深刻是 那個阿公一笑的時候呢 他就像我們課本裡面 會教說 有一些人給你糖果吃 你不能吃那是壞人 他們就會畫一個壞人的造型 然後壞人就會笑得很討厭 很可怕 那個阿公笑的樣子 就跟那個 我們課本上面看到那種壞人笑的樣子 是讓你很不舒服 很沒有善意的笑容 然後那阿公就從上面慢慢的走下來 他從頭到尾走下來時 都一直盯著我看 然後我呢 那時已經被發現了 我就覺得我弟弟妹妹 怎麼都沒有發現這阿公 那時我還不知道他們看不見 走下來的時候 經過我旁邊 那走過涼亭時下去 正常來說 他就已經下去 我們就看到後腦上 那個阿公的動作很奇怪是 他整個人轉過來 他轉過來之後 看著我倒退往後走 我剛剛再提一次 那個道路不寬 沒有欄杆 也不像水泥地 你腳可以踩得到 就算長爬山應該也沒有熟悉到 你可以倒退走 而且速度很快 他就從頭到尾一直盯著我看 然後倒退走走走走走 走到消失 一樣在他消失的時候 我才反應過來 像青蛙被那個蛇盯到的時候 他嚇到不敢動 等到蛇走了之後 我才跑去找我阿嬤 跟我阿嬤講說有一個阿公怎樣怎樣 講完之後呢 阿嬤聽得懂 他沒有講話 他只說 齁齁齁聽到 要回去了 完了完了 然後我在問第二次 阿嬤說別說 他那時候就生氣了 阿嬤很少罵我 我也是被嚇到之後 我就跟弟弟妹妹乖乖的回家 吃了晚飯之後 這件事我也忘了 阿嬤也沒特別提 可是過了幾天呢 因為我跟我弟弟妹妹 是三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 我第一天就嚇醒 哭醒在那邊哭 然後我妹妹跟我就被吵醒 然後說阿怎麼了 弟弟怎麼了這樣 他說他做惡夢 他夢到一個阿公 就是我們那天去爬山的時候 阿公站在上面一直盯著他笑 他很害怕 可是哥哥跟妹妹你們怎麼都沒看到 然後我怎麼叫你們都不理我 然後我就被嚇醒 結果我講完之後 我才腦子閃過說 那不就是我看到的阿公嗎 我還沒來得及回應他事物 我妹妹也說 其實幾天前他也夢到 但是他很害怕 他不敢講說 他是全在被子裡面 閉著眼睛一直發抖哭 然後醒來就忘了這件事情 他還把這阿公的穿著 穿著一件背心外套 沒有戴帽子 然後怎麼樣的褲子 走下來的狀態 還有轉身 看著我們這樣往下走 他都講得跟我當時見到的一模一樣 當天晚上我們就跑去找爸爸媽媽 爸爸就是一睡死也不理我 就說小孩卡通看太多 後來是媽媽跑來我們房間跟我們睡 第二天我們又再講一次死呢 再講一次的時候 阿嬤才反應過來 才帶我們去附近的廟裡生怕 生怕啦 那邊廟方人就說 碰到拍咪啦 好啦 下次快入夜的時候 晚上就不要往那個山裡走 那你記得好像那一次阿嬤講完之後 有跟我爸爸媽媽特別提過吧 還有舅提過 就比較沒有再去中正公園玩了 我是阿張 這是我在小時候所遇到的 在中正公園遇到的兩起靈異事件 好 其實這個地點呢 我有用Google Map去查過 然後他講的這個屋子呢 其實你上網 是找到這張照片的 那個廢墟 因為當時台中阿張他有截取一個網址 他就說 那個網址就有地點嘛 因為有一個遊客去那邊玩的時候 他有沿路拍照 就有拍到那一棟廢棄的廢墟 但那位遊客他並沒有說這廢墟有鬧鬼什麼 他就純粹說 這邊有一個廢棄的廢墟要拍幾張照片 就跟阿張講的這個 他所遇到的那個五腿的阿貝 在上面看他那個廢墟是一模一樣的 那目前還沒有得到對方的回應 所以我不能直接把那張照片摳出來給你們看 因為是別人拍的 但如果你們有興趣的 你們上網去查 是可以找到這篇郵寄 然後有那張照片 那那個地點呢 我也有去問一些網友 或是我台中的老師 那有一個網友的分享蠻有意思的 是說他之前也有去台中公園爬山 後來經過涼亭的時候 他不知道為什麼太累了就睡著了 睡到醒來時已經快入夜了 我說哪有這麼好睡 那邊是有沙發還是King size床嗎 他就說不知道為什麼 就趴下來就睡 然後竟然睡了這麼久 睡到快入夜 他才驚醒才趕快回家 所以老師是怎麼解釋 老師並沒有說那個地方 曾經有什麼屠殺還是亂葬 他都沒有 他就只是很單純的講說 那個地點 山區本來就有很多 我們看不到的世界的物種 Moshina 或是靈體在那邊游動 那在快入夜的時候 或是時常比較亂的時候 或是你氣運比較低的時候 難免去往那裡跑時 就偶爾會看見 好 那 睡前的鬼故事 我們已經講完了 我是錯別子 我是阿正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會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睡前的鬼故事 大家好我是錯別子 我出第三本新書了 叫符咒的力量 是跟三龍法師一起出的 這本書裡面擷取了十八張符咒 寫了十八則故事 不用覺得很生硬 裡面的內容非常有趣 好比有一個叫諸葛符 就是你喜歡的男人 用這個符畫下去 他就會像諸葛一樣 趴在你身上 如果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 是不是鬼話連篇 現在這本書 《符咒的力量》 在成品、伯克萊、金石棠、Momo 跟我們家的快點購 都有得買 在新的一年 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子 我是阿賴正凱 不喜歡鬼話連篇 當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